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或再消全 李強 孔城最弱總理 有心機沒擔當 國務院現空窗期 菲律賓被激怒 北京這下傻眼了 又來了 夏威夷上空出現巨大白色氣球 人獸共患傳染病 鸚鵡熱來襲 高熱寒戰 劇烈頭痛 浙江連續報告病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 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21號 星期二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或再消全 李強 孔城最弱總理 有心機沒擔當 國務院現空窗期 中共國務院常被稱為中南海北院 實權早已淪落多時 大紀元評論員岳山撰文說 習近平似乎一上臺 就否定了李克強統領的中南海北院的能力 習開啟第二任期 他透過這次機構改革 削弱了李克強的權力 國務院的一批部門被合併進黨的部門 或變相由黨系統控制 由此也結束了習的前任搞的黨政分開改革 從而回歸毛時期的以黨領政的體制 中共二十大上 團派李克強 汪洋退場 胡春華遭貶 習近平一大批親信上位 許多都是他的過往舊部 甚至直接就是習的大秘出身 包括將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強和將任常務副總理的丁薛祥 秘書城邦城市佔據高層 形成一種中共特有的政治特色 小民之心在《易報》撰文說 李強此前曾經擔任過浙江省省長 江蘇省委書記 上海市委書記 但領導地方和領導中央還是存在著根本性的區別 特別是宏觀政策的制定上 領導地方和領導中央所需要的視野和知識有很大的不同 習近平選擇李強接任下一屆總理 並不是因為李強的能力有多麼突出 而是因為 在他的親信當中 真正懂經濟的人太少 選擇李強不過是挫著裡面拔將軍 當然 選擇李強肯定也是因為他善於體察勝意 善於領會領導的意圖 畢竟他曾經擔任過秘書長 擔任過他的大秘 李強能否勝任國務院總理 外界還是存有很大的疑慮 應該說 李強面臨著文革結束以來最為困難的局面 在此前這10年 特別是最近這3年 由於習近平在政治 經濟等領域全方位的倒行逆施 尤其是對民營企業的打壓 讓中國的經濟遭遇摧殘 很多中小企業倒閉 很多人失業 整體形勢異常嚴重 外部環境也動盪不安 作為下一屆的國務院總理 恢復各界的信心 搞好經濟 無疑是李強的一個艱巨任務和巨大的挑戰 二十大上 現任的總理 副總理 統統都被踢出了政治局 失去了基本的政治權威 但新的政治局成員卻沒有提前進入 國務院因而形成了一個長達4個多月的空窗期 這種安排明顯不利於工作 更不利於提振信心 李強遲遲不到國務院任職 已經暴露出李強對今年的局勢也沒信心 上海封城的過程顯示 李強更像是一個平庸之輩 恐怕難以應對中國面臨的這些結構性問題 有很大的可能性 李強就是修修補補 做一點表面文章 習近平可能會給予李強處理經濟事務的全部權利 但李強如果不能改變秘書長心態 不能擺脫習近平的影響 不是以事業為重 而是以領導為重 那將註定一事無成 菲律賓被激怒 北京這下傻眼了 據路透社20號報導稱 菲律賓與美國討論 在南中國海聯合巡邏 由於在戰略航道上主權聲索重疊 菲律賓加大了對中共在南海侵略活動的批評指控 這也成為中美海軍行動緊張局勢的導火索 菲律賓海岸警衛隊 南海問題發言人傑伊塔利埃拉告訴媒體 與美國的會談已經超越了初期階段 開展聯合巡邏的可能性很高 在五角大樓 本月表示 美國和菲律賓同意重啟南海聯合海上巡邏之後 塔利埃拉沒有提供有關擬意巡邏的規模或時間的詳細信息 據塔利埃拉稱 由於美國國防部也支持與菲律賓海軍和美國海軍的聯合巡邏 因此已經有明確的可能性 因此兩國海岸警衛隊之間肯定會進行這種特殊的聯合巡邏 據塔利埃拉透露 聯合巡邏也有可能在南中國海進行 以支持美國政府的航行自由 菲律賓海軍前副司令Roman-Drudon週一告訴路透社 在南中國海部署海岸警衛隊 而不是海軍的想法 將減輕任何誤判 並防止中共找藉口加劇水路上的緊張局勢 本月早些時候 菲律賓太平洋海岸警衛隊指責中共海警用軍用級激光瞄準菲律賓在環礁執行補給任務的船隻 導致船員暫時失明 引發美國 日本 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其他國家的擔憂 中共駁斥了菲律賓方面的說法 稱不符合事實 路透社說 中共駐馬尼拉大使館沒有立即回應 就聯合巡邏發表評論的請求 又來了 夏威夷上空出現巨大白色氣球 美國多架次商業航班 通過飛機通信巡址與報告系統 於19日在美國夏威夷州首府火努盧盧以東500英里處 發現一顆大型白色氣球 據估計 這個氣球的飛行高度約在4萬到5萬英尺之間 綜合太陽報新聞週刊的報導 數名飛行員目擊了上述物體 另根據分享全美各地重大事件的推特賬號 Intel Point Alert 發布的照片顯示 一名飛行員在駕駛艙內拿著一張紙條 上頭寫著 接貨在2639N15021W附近有大型白色氣球 估計高度在FL400和FL500之間 精確高度未知 如果看到物體 請告知航空交通管制 夏威夷ATC或美國官方尚未證實是否有氣球出現在夏威夷上空 目前亦不清楚漂浮在檀香山附近的大型氣球到底是什麼 以及歸屬於何方 關島和夏威夷是美國太平洋駐軍的主要軍事基地所在地 這枚氣球飛行高度為12000到15000公尺 飛行人員表示 收到建議 假如看到氣球 必須進行航空交通管制 人獸共患傳染病 鸚鵡熱來襲 高熱寒戰 劇烈頭痛 浙江連續報告病例 杭州日報曾經報導過一例鸚鵡熱病例 家住杭州蕭山的顧女士先後5次因發熱住院 每次經治療 各項檢查均恢復正常出院後 回家沒多久又發熱 最後醫生們對發熱原因進行了反覆對比排查 才確認顧女士是感染了鸚鵡熱 而她家中就養著鸚鵡 2022年1月 浙江義烏69歲的金大爺咳嗽發熱 最高體溫有39.7度 檢查發現有嚴重肺炎 因為病情嚴重 不得不插管上呼吸機 最後通過肺炮灌洗液紅基因測序 被確診為鸚鵡熱一元體細菌感染 資料顯示 鸚鵡熱是人類 鳥類及一些哺乳動物均易感染的一種傳染病 由鸚鵡熱一元體所引起 因這種疾病常在玩賞鸚鵡的群體中發生 因此被命名為鸚鵡熱 實際上不僅是鸚鵡 可以把這種疾病傳染給人類 鴿子 金絲雀 香絲鳥 紅雀 甚至雞 鴨等鳥類和家禽 都可以傳播此病 養鳥人在清掃鳥籠 鳥糞 投胃飼料或撫弄愛鳥時 如不當心或人體自身免疫力低下時 就會成為感染者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習近平急於打通大動脈 美大殺氣威力顯現 從白紙革命到白髮革命 抗議一改浪潮席全國 如何將普丁一軍 俄其王烏擊敗莫斯科是俄民主轉型先決條件 歐盟列中國受迫害者名單 促中共放人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我們也在主頻道社區發出副頻道內容鏈接 請您訂閱副頻道 感謝您的贊助和支持 請點讚 轉發和留言 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